8月10日,中国证金会公布了一个高达18亿的法单,被房仁高永一人控制了16个账户,操总精华制药股票,半年时间被法获利8.97亿元,创出了操总干事股票,获利的历史之罪, 而黄小明的卷入将该案推向另一个高潮,处罚决定数显示,高永操纵的14个委托交易账户其中之一,被黄某名账户开吏后,由其母亲张某霞管理使用,并经过护城和投资另一个合伙人陆某介绍,张某霞将黄某名账户交由部分委托高永管理, 该账户账户交由由高永做出,这不禁让大众联想到了著名影视明星,黄小明和他妈妈张素霞,黄小明。 1977年11月13日,升于沙东省青岛市,中国内地男演员、歌手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本课班,参演过《大汉天子》、《神雕侠侣》、《中国和火人》等多部影视作品, 并曾多次获奖,其母亲张素霞是青岛市企业干部,2016年因和儿子参加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《炫东孝子》,引起关注。 2017年11月起,参加之间卫视儿童健康科普类综艺节目《小儿大医生》,带队奶奶团。 8月11日,黄小明工作室发布声明称,黄小明不认识高永,也未参与过任何操纵股票行为和进入过任何相关调查。 值得玩味的是,这份声明并没有直接否认高永案中的黄某名是黄小明本人,既没有否定黄的账户是由高操作的传闻, 也没有否认黄的账户参与操纵精华制药股价的传闻。 不少店内人表示,这份声明有点在玩文字游戏。 事实上,2018年3月14日,证监会组织召开机查知法专场新闻通气会,就介绍过高永操纵精华制药案。 据报道,通气会上,举办案人员透露,案件涉案人高谋,以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平台, 吸引了多个高净值客户委托其管理正确账户。 涉案账户既有散行系统账户,又有多个自然人账户。 自然人账户当中,有很多名人账户,其中不妨一届影视明星。 这名企业家,公司高管等。 此外,根据经华制12015年上半年的半年报显示,有一位名家黄晓明的账户已持股143万股,成为新晋前十大流通股东之一。 这难道,又是巧合的同名同姓吗? 8月13日晚间,据台新报道,记者证实,证监会刚刚公布的获利近9亿元,罚莫款高达18亿元的高容股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。 账户之一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明下账户,而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表示,这些自然人账户的所有人,如果仅仅是出借账户,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。 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,作为一些影视明星,黄晓明将自己的账户密码,交给了其母亲张素霞保管,张素霞将该账户又出借给了高容。 上海一位法律人士表示,正确法对这种行为没有规定,所以黄晓明的这种行为不会被判定违规。 证券法第八十条规定,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,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,但是,黄晓明出借的账户属于自然人账户。 非法人账户,该法律人士表示,如果黄晓明和他母亲,在不知晓高永的操纵股市的前提下,的确找不到相关法律条文,判定其行为违规。 律师表示,虽然此案中黄晓明母亲张素霞,只是存在借出账户的事实并不违法,但是否委托其资金对高永操作上为最后结论。 但作为明星而言,以不知情就撇清所有事实有吞泻责任之邪,借出其账户本身的操作也有很大的风险,且十分不谨慎。 C 호 jmod C 호 jmod H Q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